詞曲 李宗盛 位置 這就是我平時做木雕的工作間 木雕的經驗好像突然推動我 再去跳一跳高 去經驗與天主的關係 我和他去很多對話 因為我靜下來 集中去做 天主,原來你做我的創作 每一部分的創作我都經典過它 所以天主說 我連你的頭髮有多少都知道 2016年的時候 有些同事週末喜歡去市集 很多一間很小的 自己做的手工藝店舖 其中有一間是賣木匙羹的 而且它是招募學生 我們說有得招募 大家看了之後覺得挺有興趣 不如一起去吧 自組一班 開始學了第一課 就覺得很有趣 我自己就很特別 我覺得拿著木匙 學習用的工具時 發覺很吸引我 於是我自己就繼續 材料其實最重要是木 我發現了一種叫段木 英文Brass Wood 就是比較適合做挑剔的 尤其是我們的比堅人 不是很夠力 因為如果你用那些像橡木 很硬的 還要選擇木紋 因為松木我也有用的 譬如我知道有些都用松木 但松木就紋多 那些紋其實多得來 它的紋是闊 還有是膠 樹的膠很脆 其實不太適合做人像 首先第一件事 就選擇了一個形象 之後我就會拿一張碳紙 我就會放下來 我就用鉛筆 然後那些明顯的痕就畫了 畫完之後呢 我先選擇一個V字形的塑膠 我就跟著我剛才畫的那些線 我就在這裡刮印了 刮印之後呢 去防止我一會兒用深一點的塑膠 然後呢就刮印了一層 現在很柔軟也沒問題 那我就選擇了一個 比較深的弧形的塑膠 那優點就是呢 你看到它是彎的 所以我可以塑多一點木紋 那我就會選擇了一個位置 就開始做 那就是按著怎樣做呢 就是由譬如最深 我其實選擇了這個 是條頸來的 為什麼呢 我肯定我做深一點不會失手 好嗎 等一下我應該是沿著這個 這樣把木紋做到 好了 那去到一些比較重要的位置 難一點的了 譬如眼部位 這個是用這個手 多一點 把那些木紋做出來 去做一些 譬如鼻膏啊 鼻膏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 最好就是一刀搞定 不要那麼多刀 就要用這些比較 比較厲害的工具 那假設是還可以了 我們是可以用電的 電的這個轉的優點 就是將一些岩殘 剛才我們看到 那岩殘的地方 是磨到去滑的 最大吸引力就是 由一個木頭 變成有形狀 好像突然間一個轉化 我覺得那個轉化的過程 很吸引我 平時覺得沒有用的東西 很平凡 眼尾都不會看的 其實只要用一些心思 願意放一些信心 那樣東西是會改變的 如果那個改變是 你驚訝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開始慢慢發覺 好像跟天主 搭到一條很直接的天地線 特別是做人像的時候 尤其是可能選擇是聖人 我心裡一直搭的時候 我就在這裡祈禱 一直跟聖人聊天 或者是跟天主聊天 我發覺原來在那個過程 特別看到一片片木仔 給我這樣搭出去的時候 我好像發覺 天主你們就是這樣做我的 其實我們 雖然現在都幾十歲 但其實天主每一天都在形狀我們 因為形狀的過程有時是很好 不覺得 有時是好覺的 好覺到為甚麼 不用了 好好的 已經不要再搞了 變成我發覺幫了我的祈禱 幫了我跟天主的關係 我覺得我開心了很多 我多一點明白自己是誰 天主是怎樣的 每一個人都是天主手中的傑作 成為傑作是經歷過很多的莫念 和痛苦的 其實一個 譬如我做這個過程 我曾經一段長時間 長時間 年多兩年 是很痛的 初初以為是不知甚麼事 後來我明白到 其實因為我要用一些工具 我又不習慣用一些力 但現在我和自己說 我不會因此而放棄 我會學習怎樣愛惜自己 怎樣去令到自己受傷害少些 或者不受傷害 而仍然都可以去做我喜歡做的事 而這件事是幫到我自己很多 我也很希望在這個分享裏 去幫助其他的人 不是一定要目標或是甚麼 是做人的一個價值觀 做完之後 就是用砂紙磨滑 由粗的砂紙 再用油的砂紙 讓它很滑 然後我覺得它很單調 我就製造一些紋 也是用這些刀去做紋 或者這些去做一些比較粒的位置 我特別選了聖母和耶穌仔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很愛性母 我們知道母和子的關係很親密 我們自己和媽媽的關係都很親密 所以我覺得這個形象 是最可以幫助我們祈禱的 我自己覺得我的靈修由2016年或者2017年開始到今天的經歷 我很想說就是由去尋找我是誰 就是由一塊木慢慢變成一個具體的物體 好像說這個是聖母 這個是一隻鳥 或者是一個長頸鹿 但最重要是becoming 我們將會成為甚麼 所以我相信天主在每個人身上都是在做這個工作 都要理我們年紀多大 而我們每個人都是天主手中的傑作 差不多完成了 我心想說你說 不是 你與你今次找到的 好像算是很大的 你想尋找你 你怎麼做得到嗎